今宗的新立法會大樓 明年就會落成 現時在中環的立法會大樓 就會結束它的歷史任務 改建成為終審法院大樓 這一座大樓 立在中環近100年 曾經是港英年代的最高法院 我們也會一年幾日 看看這一座大樓的種種故事 今天先由張志仁 講一下立法會大樓的歷史 他曾經是最高法院 又做過日軍司令部 香港回歸之前 他是立法局 回歸之後就成為立法會 是制定和通過香港法例的 靈魂之地 到了明年 這裡會再變身成為 終審法院大樓 這座百年古老建築 特立香港的心臟地帶 已經有近百年 經歷過風風雨雨 大樓1910年落成的時候 中環已經是金融 和政府機關的集中地 普通老百姓很少來這區 對這座最高法院大樓 更加是敬而遠之 灰色的石柱囊 屋頂的泰美斯女神像 蒙住雙眼象徵大公無私 右手的天平代表公義 左手的保健就代表權力 事實上大樓由港英年代 一直都是權力象徵 第二次世界大戰 日軍侵佔香港 亦都選了這裡作為憲兵司令部 因為一路都是很權威和很莊嚴 日軍就找了他來做 差不多 所謂的憲兵司令部 即是警察總部 找了他來做 當然了 日軍就是很喜歡這個地段 三年零八個月 戰火洗禮的日子 大樓亦都不能夠幸免 外牆石柱的數十個子彈洞 成為了歷史不能夠磨滅的印記 1985年這裡改為立法局大樓的時候 有關當局曾經嘗試用一些類近的物料 去到修補這些子彈洞 但是時至今日 這些子彈洞的痕跡 仍然可以清楚看到 記載著日軍佔領香港的一段歷史 大樓內部的設計亦都處處特色 現回廳員拱營的門窗 還有會議廳內金色的杯座 木造的桌 原來都按照風水想過度過 設計師亦都特別為這個原因 在這裡擺了很多中國特色的裝置 都有些議員去研究一下 這裡的風水是怎樣呢 得到一些名家的指導 就說這裡是對有木和有金 這些長雲圖案的橫樑木托架 突顯了中西合璧的建築風格 木托架原本是在室內的 受盡風吹雨打 後來加建玻璃走廊 得以完整保存 會議廳前廳的回廊 是沒有路可以上去的 那為何要起呢 鐵的旋轉樓梯是上去上面 原來可以看畫 變成他們計算過 那個負荷可能太大 而未必承擔得到 最後他們決定不如不擺 扔到上面就這樣丟空 大樓的保密還有這個 用來提醒議員開會的銅鑼 明年會帶同到新大樓繼續使用 延續立法會的歷史和傳統 亞洲電視記者張智仁報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